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透过视像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福音主日 福音主日是为两类人而设的 首先是那些已经接受了福音 帮助他们能够重温一下 从此来做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决定 温固,游滋身,而接到忘初心 另一类就是为那些未曾来接受福音的朋友 帮他们能够认识福音 在他们明白了之后 在今天做到决定的话 就在今天做决定 或者在将来需要的时候 可以随时拿回福音来重温 并且来接受 福音其实有自己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所以客观就是说那件事在 不在这里 不过未必是你一杯茶 每个星期我相信 大家在你的前院都收到一份 里面有很多好消息 有很多折扣 不过未必适合你用 所以里面所说的好消息 对你来说未必是好消息 不过如果你只是想买那样东西 这件事就真是不得顶 所谓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好消息的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那件事很适合你 当然大家未曾知道那件事是什么之前 不知道是否适合你 所以今天就透过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福音 今天主题叫做无比的爱 什么叫无比的爱 无比的爱就是没得顶 没得顶能不能够用几十分钟说完 当然不行 所以今天就只能够在这么多的 无比的爱的内容里面 跟大家分享其中一点 这一点是出于圣经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十四章第六节 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过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得我 就没有人能到腐那里去 不计计的话 请大家听我再读多一次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得我 没有人能到腐那里去 这个福音里面 无比的爱的其中一样 广东人经常有句话 拜托让路走走 意思是说什么 在一个处境里面有出路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很彷徨 究竟走什么路 什么时候出去买菜呢 如果我们要走这路的时候 究竟怎么走呢 要带什么装备呢 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 能不能够熬到底呢 我们怎么来出这个忧谷呢 疫情里面我们面对着很多 我们叫做不稳定的因素 现在当然在这个时候 八九月 准备开学了 如果你在家里有小孩 我相信开学会是大家最关注 最头痕的一个问题 究竟实体上堂好呢 还是网络上堂好呢 当然实体上堂好呢 但是实体上堂是否安全呢 人制之间的距离如何呢 如果在网上上堂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试过这样网络上堂 究竟在学校里面 如果透过网络上堂的时候 究竟会是什么一回事呢 怎样上法呢 是否安全的 所以安全的学习 或者能够得到一个成绩的学习 就成为了这个学期的重点 或者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目的地 究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上学的话 小朋友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学业 不是为了满足老师的要求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预备好他们的学业 成就好了之后 我们将来毕业的时候 能够进到社会里面 但是在整条这么长远的路上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什么 就是究竟要做些什么的抉择 刚才我们读这一次圣经 耶稣这样说 他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着我 就没有人能到腐那里去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 耶稣他告诉他 在人生爱的里面 无比的爱 上帝 原来他是一条 给人有路走的上帝 给什么路走 当然不是给黑路走 是给归家的路 耶稣他说什么呢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腐那里去 腐那里去 就是我们生命之源 简单我们家里有个爸爸 是吧 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 无论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们都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 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 我们中国人有个这样说话 他说 树欲正而风不适 只欲养而亲不逐 有时候我们亲人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未必懂得珍惜 过去过去就没有了 现在其实这个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天上的父 原来我们天上的父是哪位 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 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好像很陌生 不是很认识他 我还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晚很浪漫 喜欢走海边 那晚就去码头 坐在码头 在椅子上听海浪 真的很浪漫 我听海浪的时候 忽然间心里面有个感触 就向天上发出了以下祈祷 我就说 上帝啊 如果你是上帝的话 拜托你让我知道你是谁 如果上帝啊 如果你是上帝的话 拜托你又让我知道我是谁 让我知道呢 怎样走过如下的人生 就是因为这样发出了这个祈祷 身边忽然间就出现了很多 跟随耶稣的 来跟我介绍耶稣 他们怎么介绍呢 《圣经》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说原来天上的上帝和我们不陌生的 很多人说上天堂 上天堂 好像去一个另外的地方 原来其实不是 按照圣经说 天堂其实不是另一个地方 天堂是一个我们原本来自的地方 天台不是一个空间那么简单 天堂是一个处境 是一个与我们这位天地的主 爱我们的神 生命之源的父同在的处境 或者是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一个天堂 所以有时发觉到 有人这样说过 农床不如狗斗 当然农床一定是会胜过狗斗的 但其实这个强烈的比较 意思是什么 那是我熟悉我亲爱的地方 就算是一个狗斗 那个地方都是我的 农床可能睡得不自在 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是 回到腹那里去 原来我们是从腹那里出来 为什么不是啊 很陌生啊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其实没错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为什么我们跟上帝之间的 关系这么陌生 好像不认识他 原来根据圣经里面的记录 在《创世记》里面是这样说的 上帝按着他的形象 按着他的样式做人 就是说人看到你 你看到我 或者你看到旁边的人 你会觉得 哇 你很像上帝 这样 像不像啊 可能你觉得 还挺好 还挺像样 挺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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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说到最后 说真的 谁敢觉得自己像上帝 不信大家一会 回去照镜 是吧 但是 我们发觉到 原来上帝是按着他的形象来做人 做人 做人做什么呢 圣经里面有这样说 按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然后赐福给他们 让他们生养众多 偏满传地 自理者地 换句话说 上帝创造了人 让人去彰显他的那种完美美善的性格 同时 不是坐在那里好食懒飞的 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管理全地 哇 这么大个世界 怎么管啊 所以当上帝创造了阿达当和夏娃的时候 就先将他安置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叫做伊甸园 叫他们学习修理看守 原来上帝很体调人 知道由每一步就可以登天 让我们慢慢由逐步开始 由自己一个空间开始 将上帝、阿达和夏娃来预备好 放置、安置他们在伊甸园里面 又能够彰显上帝的性格 用上帝的性格和方式来管理全地 就由伊甸园学习修理看守开始 然后上帝又说 原中一砌所有的果子 和地上所有的菜双 all you can eat 任食的 然后地上的草 就留给那些动物 然后还有 有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上帝又说 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好吃 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历代以来大家就很多人 就为了这个所谓禁果的树 就做了一个文章 就说上帝不做这棵树就没事了 是吧 又觉得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 就好像白雪公主的巫婆给她吃 我吃了它之后就死了 有毒 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说的 按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 意思是说 这棵树放在那里 其实是没有事的 是让上帝透过这个 被人学习 持我约束的 所以其实当初的时候 有人会觉得 阿当和夏娃这两个 智商有些问题 被蛇一握就中招了 其实不是的 根据圣经的记载是怎样的 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是说 有一天 魔鬼就像蛇一样出现在夏娃的面前 就说 那棵树是好东西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吃 夏娃就说 什么?圆中所有果子可以吃 只是那棵分别是 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我看到夏娃第一 反应很快 他并非不知道 上帝说那棵树有危险 不好吃 更加重要的是 他知道他什么可以吃 即是一个人有判断能力 阿当和夏娃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并且很有趣的 当时就问他 不是吧 没有事的 可以吃的 夏娃就说 不是呀 不能吃的 不单止不能吃 连摸都不能摸 什么意思 上帝只是说不能吃 都没有说不能摸 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 你就知道了 如果家里有炉 有炉 你都会警告小朋友 你不要走过去 你会给尽所有可怕的东西 你不要伤害自己 因为可能会烧到自己 刀切到自己 目的是什么 都是用来保护小朋友 上帝一样 上帝一方面 被人知道后袖 知道有自己宽容的空间 也有限制的地方 所以夏娃就说 不行 上帝说了 吃的日子 必定死 清楚 必定死 但是魔鬼真是度高一尺 摸高一尺 当时的情况就是 蛇就说 不是呀 不一定死 在他一定死前面 加多了个八字 从今以后大家就知道 谁是魔鬼 什么叫不一定死 是的 不一定死的意思是 可能死 可能不死 这句话真是很含糊 很抽象 目的是什么 将你一件很确定的事 变成不确定 当时很可惜 芽芽心里面就摇动 再看清楚分别是 红树的果子 圣经有记载 他说 愿人的眼目 有好作食物 魔鬼还骗他多一件事 吃了你就很聪明 你有智慧 所以 阿娃和阿当 做了一个选择 有人会觉得 究竟做了什么选择 现在 这里有三个个体 第一 上帝 上帝说得很清楚 这个分别算了 事有果 不好吃 日子一定死 很清楚 阿娃知的 舍就说 分一定死 如果你是阿娃 你吃不吃这个心血 事有果 够不够呢 我们去讲道的时候 负责招待的朋友 都会放一杯水 如果那杯水是某牌子的 那你就放心喝 如果那杯水上面 贴着一个贴纸 这杯水叫做 不一定死水 那你喝不喝呢 我就不喝了 为什么要喝杯 不一定死水 而是喝 不如他应该喝杯 一定不死水 为什么喝杯 不一定死水 为什么要博 但是当时阿娃 为什么 要做这样的决定 有上帝的话 有魔鬼的话 他会放在那里 夏娃信谁 以至到 他做了一个 将分别是乐 的果 拿来吃的 这个行动 你真是聪明 他又没有信上帝 他又没有信魔鬼 他信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 不一定死的事 你都不会拼搏的 你一定是会 将那件事变成了 一定不死 才去拼搏 是吧 不要死的 去吧 不要死的 去吧 所以当时夏娃 和阿当的决定就是 不信上帝 上帝说得很清楚 一定死 什么叫死 死当然是指到肉身的死 但其实更加重要的 原来圣经里所说的 所谓死 是和上帝的关系死了 为什么 大家明白吗 人际之间的关系 你有信心 你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你没有信心 这个人就不能成为你的朋友 你身边的人 你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你对那个人信任 或者这样说 反过来说 如果你对他人不信任 就算他对你好 你会觉得是什么 无是欠恩勤 非奸直道 是吗 你不信他 就算他真心诚意对你好 你也觉得这个人有企图 但是如果你信这个人 你会发觉到 就算他伤害你 你也会说 他有苦衷 那件信是很重要的 当时 夏娃和阿当就选择了 不信上帝的话 因着不信 人和上帝的关系 就死了 就疏离了 甚至分开了 变了心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发觉 我们和全福音的时候 信啊 你信啊 为什么 因为人和上帝之间 关系破裂就是因为 不信 因着不信 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就破裂了 我们今天说我们是一个福音主日 为什么是福音主日 就是因为上帝 虽然看到我们已经和他关系破裂了 我们已经不信他 但是上帝还让我们走 就是让我们有一条归家之路 这条归家之路很重要 因为我们透过这条归家之路 我们找回我们生命的内缘 我们找回我们生命的意义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不是为了今生这么简单 而是福都永恒 因为上帝本身创造人的时候 是没有死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死了 就是我们unplugged from上帝 我们从上帝那里脱了插槽 我们从上帝那里脱了插槽 我们从上帝离开了 大家都有聪明电话 聪明电话之所以聪明 是因为online 我们通过数码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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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又拿不到资讯 又找不到资讯 他就不再聪明了 手机还在 基本上是没用的 人是要跟生命之源连线 要上线才行 要上线才行 才有能量 很可惜当年阿当和阿花选择了跟上帝离开 因为跟上帝脱了线 人就死了 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我们 上帝还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一条路走 他甚至亲自猜的独生子 降世为人 真是浪漫了 圣诞节 真是惨烈了 受懒节 不是为了浪漫 不是为了惨烈 而是为了爱 爱当然有浪漫 爱当然有惨烈 但是惨烈和浪漫不是目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你这条路走 可以回归父神 所以耶稣说 爱到路真理生命 又不值借我 没有人能到负那里 所以这叫信耶稣 上帝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完成了他的任务 耶稣基督和其他世人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 他一生第一个目的就是完成使命 就是他人生的使命 上帝差距来活出上帝的性格 人能够从他身上认出上帝 就好像刚才我开始说 上帝做人的时候 将他的形象做在你和我身上 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形象 但是耶稣不是 耶稣完全成就了那个形象 然后圣经里面说 神将众人的罪业 我们背叛的情况 归在耶稣的身上 但是耶稣又将他的义 他所完成的任务 人应该要尽的责任 没有尽到的 他又将他插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说我们是透过信 去接纳上帝给我们 我们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背叛 我们对上帝没有兴趣 我们对上帝没有心 就算有一些 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的 有时我们接受了福音 不代表我们真的很热冲于 去明白去理解去接受 去拥有去享受整个福音的内容 我们还有世界上 很多很多的东西拖着我们 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创造人的上帝 他不嫌弃人 背叛了他 离开了他 他仍然让我们走 猜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 承担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活 将现在在我们的身上 承担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死了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架上 他说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 因为一个背叛上帝的人的结果 就是要被离弃 但是耶稣基督 他代替我们被父上帝离弃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走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那条路 为什么 因为我帮你们背了所有的责任 没错 我们都是有责任的人 我们的责任 一人做事 一人当 问题就是 你跟我背不起吗 你有子女 我发觉到很多时候 父母在子女小时候 都帮他背书包 为什么 书包重 背不起 你帮他 是吗 我们今天 我们天上的苦 看到我们背着人生 这么重的罪债 这么重的承担 这么多的彷徨 这么多的不知度 上帝说 我给你这条路走 透过我赐下我独生子 将他的义 加在你的身上 将我们自己的罪 他帮我们承担 以致到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 并且透过圣经 真理 教我们怎么去走这条路 又将生命赐给我们 以致到 圣经里面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要我们不单有金神 要我们有永恒 否则我们知道 就算我们离开世界 我们都能够与父上帝 重新结联 就是由这一刻开始 什么福音 是吗 如果你觉得 你明白 上帝就是你的父 原来我们对他陌生 对他不明白 甚至对他抗拒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今天你知道了 你愿意接受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 对他抗拒 如果你这刻愿意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上帝 原来你这么爱我 我愿意接受你 靠过耶稣基督 成为我救主 我重归父神的怀谱 所以简单来说 在无比的爱的里面 上帝给我们一条路走 你愿意接受这条路的话 你就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愿意归向你 如果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现在就可以祈祷 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愿意归向你 当年我就是做了一个 成心的祈祷 走了这几十年福音的路 半点都没有后悔 上帝每日与我同行 这条路我走 每一次去到好像绝境的时候 上帝又给我一个 扭暗花明有一串 我愿意你 能够跟我同行这条路 为家之路 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 你联络你教会里面的朋友 你问一下他 你可不可以详细一点 再解释清楚一点 因为老实说 几十分钟 说不完的 但是我相信 你透过回到教会 无论你是实体的回到教会 或者是透过网络的 来到去参与教会的活动 你都可以能够认识更加多 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永远都给你一条路走 当你走的时候 他永远都愿意教你怎么走 他还给你这个生命 所以耶稣就是这条路 就是真理 就是生命 走完透过今天这个福音主日 你能够同一样 同奔天路 无论你已经跟随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 或者你今天才明白 我也恭喜你 至于其他朋友 如果你今天还没做到决定 或者你再问一下教会里面的朋友 让你知道多些 以至到输到用时方狠小 这件事不会在你身上发生 因为到你要做决定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原来我做的是一个重归父神的决定 好吗?我们一起下头祈祷 天地的主啊我多谢你 你今天给我们透过这个福音主日 你已经接受了福音的人来说 我们能够重温福音 所以未曾知道福音的人来说 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了福音的一部分 当然福音这么丰富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透过一阵子 来完全明白 不过其实也已经足够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祝祝祝朋友 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 你可以在心里跟我这样祈祷 天父啊我多谢你 你给我一条路走 祝耶稣是我道路、真理、生命 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回归到父的怀婆里面 以上我祈祷奉耶稣基督的一切 阿们 多谢大家 今天一起来和我们重温这个福音的真理 愿主祝福大家 在疫情之中 多多感觉到上帝与你同行 上帝的恩典与你同俗 阿们 我会呈你 阿们 哪里 我会呈你 我会呈你 你 我会呈你 你 你要是